各位,缅北战事紧急 同盟军的发言人李嘉文正式在老街 仍然留有三万滞留不归的中国人 那位说这三万人为什么不回去啊 哎呀,您想吧 其实很多的人不是被骗过去的 他是自己过去捞黑钱的 各位,还有三万人 那同盟军呢,也已经发布了公告 要求老街外籍人员迅速的撤离战区 说尽快要撤离回国以避免误伤 其次呢,要求所有当地的居民 远离缅军和电诈民团的人员和军事据点 避免被攻坚战当中被误伤 其次呢,老街外围也是战场 不要盲目一动 以避免被缅军的炮火误伤 最后要求呢,所有的老街居民客商 及时认真的对待 否则造成的后果只能是自负 什么意思啊 那就说明这三万滞留的中国人 有可能会成为炮灰啊 各位 那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呀 刚刚传来的消息啊 这个11月20号下午 同盟军的发言人李家文告诉中国积木新闻的记者 上述通告确实是真的 目前缅甸同盟军的主要活动范围为老街的外围区域 近日呢 已经有两万余名中国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回到中国 但尚有两三万华人滞留当地 提醒在老街的华人尽快撤离老街回到中国 现在呢 缅甸回中国的列车啊 现在是一票难求 这是云南发往中国各地的车上的情景啊 大伙看看吧 根据澎湃新闻 11月19号的时候 福建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政府东城街道办事处 龙岩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联合也发布了紧急通告 称呢 在滞留在缅北地区的人员家属和重要的关系人 立刻向所在的社区报备 同时千方百计的和滞留在境外的家人取得联系 敦促其立刻回国 确保生命安全 烧岛前的11月18号 新罗区苏板镇的人民政府 龙岩市公安局苏板派出所也在紧急公共中称 缅北战事吃紧 目前国感同盟军已推进至老街 随时可能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对苏板镇滞留缅北 特别是缅北国感地区的人员的生命安全 构成严重的威胁 请这些人立刻向所在村报备 千方百计的 与滞留在境外的家人取得联系 敦促其立刻回国 确保生命安全 现在的这三万中国人在老街的 恐怕你让他回国 他就是不回 各种各样的原因 恐怕会成为炮灰吧 各位 这个战争的形势已经变了呀 根据最新的消息 缅甸的军政府的大佬 敏莱昂已经派出了缅军王牌 第66机动师北上要决战 缅甸的机动师怎么样呢 缅甸的主要是三种部队 第一种是野战部队 第二种是战术野战部队 这个战役野战 战术野战 地方守备队三种 战役野战部队的核心 就是12个机动师 每个机动师有一个坦克营 一个炮兵营 还是下属的三个战术作战指挥部 每个战术作战指挥部 下辖三个步兵营 全员满员的情况下有8000人 但是呢 从缅北传来的信息来看呢 目前呢 这个所谓的一个师 最多也就是一两千人 两三千人 所以呢缅甸 缅军的作战力有所夸大 在坦克装甲车方面呢 缅军呢 有139辆T72S型的坦克 有50辆中国产的 MBT2000坦克 130辆692型的坦克 160辆59D型坦克和105辆 63是水陆两袭坦克 这些坦克 基本上在山区 缅甸多是山区嘛 山区作战 全是摆设 斩不开 没什么用 而且呢 这个 同盟军手里边的这些 无穷无尽的山林里边 捡的这些反坦克的火箭筒 这个恐怕是他们的坟场 这个不管用 装甲运兵车呢 主力是中国产的 250辆85式装甲运兵车 176辆92式轮式步兵车 50辆86A式轮式装甲车 还有378辆 美国乌克兰德国联合研制的 BTR轮式装甲车 还有26辆乌克兰生产的 这个MT装甲车等等 缅甸的炮兵力量也比较强 有100辆中国产的轮式突击炮 150门中国产的自行榴弹炮 120门韩国产的155毫米榴弹炮 72门以色列的榴弹炮 35门朝鲜产的D20152的榴弹炮 缅军呢 还有176门 是这个中国生产的M59型 130毫米的加农炮 560门俄罗斯生产的D30型 120毫米榴弹炮 240门美制的105毫米榴弹炮 230门英国的B型 140毫米榴弹炮 如果是缅军投入主力 是吧 那当然了 同盟军 那就是兵力上和装备上 肯定是出于劣势的 是吧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缅甸 现在是烽火四起 在各个方向都有地方的同盟武装军起义 他这个这个部队啊 是已经是镇压不过来了啊 这么个形式啊 而同盟军最大的优势就是缅北山区的丛林地形 这个专驾车重炮都难以到达 对吧 而现在同盟军实力可不是以往啊 现代战争的形式已经完全改变了 俄乌战争和加沙战争大家都看到了 现代战争的门槛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 游击队和地方武装过去 是吧 你甭管他有多拉胯有多普通 只要几十个靠谱的教官 几十个技术员就可以把几百架微型的无人机 改造成巡飞弹 是吧 可以给全世界的正规军都造成严重的威胁 正规军想要对抗无人机巡飞弹 要投入极高成本的防空预警雷达和电子系统 全世界绝大国家的正规军没有这种财力和技术能力 缅甸就更别说了 根本就没有防空 对吧 这让战场回到了17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板甲骑士遇到了拿着火神枪的老农民 非常尴尬 大家都在一条起破线上 所以现在缅军想要碾压式的胜利也没有可能了 千把块的山林里面捡到的微型无人机 可以打步兵打炮兵打转架车打火力点 现在战争已经完全颠覆了 特别是缅甸山区很多 对吧 特别同盟军的无人机能够发挥战斗力 只要无人机的数量足够多 无论是老街还是缅军的所谓的援军 都不是问题 比如说在11月19号 国杆同盟军 刚才我给大家报道了 在无人机的火力支持下 肃清了老街的外围据点 这个国杆同盟军的无人机一开始轰炸 步兵分队发动了冲击 这个仅仅20分钟 缅军的据点 在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巡马林的据点 就已经崩溃了 就投降了 这一次缅来非常的恐慌 是吧 这一次呀 这个形势完全变了 和那个当初跟缅共打的时候 还有跟那个昂山素季的 那些这个民兵打的时候 完全两个样 同盟军是鸟枪换炮 是吧 我还是那句话 朋友们 同盟军叫 一江圣勇 追穷寇 不可孤明 学霸王 天若有情 天一劳 人间正道 事沧桑 打到海边去 解决出海口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